迎接2016年的到来 四杰福德庙经土地公特别准备 15000个100元的红包 让春节走春的信众能求取 一方面增添新年喜气 一方面是作为前幕 为新的一年带来新的希望与动力 配合中心文创园区的开发 四杰福德庙率先响应推动文创庙宇 并且花卉创意推出吉祥车票 环保金子 社区文化阅历等等文创产品 把庙宇提升 让它跟文化跟产业能够结合 所以我们这里有设计一些文创产品 包含社区文化业力 文昌地精里面的文昌笔 和吉祥吊饰 另外还有公宅 和圣公吉祥车票 过去我们森林铁路 在我们四高队廟后面经过 所以这里有一个三星三和万富山 我们做一个像用保安康一样的吉祥车票 中三千在万富 另外为了迎接2016年的到来 福德庙也准备一万五千个一百元的红包 让春节期间走春信众来求取 一方面增添新年喜气 来跟吐吐说 大水秋当时对这些过程期间的本庙 全部要来公演平安卖 既然包吃红园 蒙春无法让人 希望各位乡心 可以来四个月的庙 参加 吐吐吐说的 比较大家 合家平安 新年快乐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赖福新采访报导